哪里来的? 小阳村村口,叫伟哥的高壮汉子手持铁枪, 看着身前卑躬挂刀,满身风霜味道的陌生身影问道。 山后面来的,青年眼神清澈, 脸上和下略显凌乱的胡须, 也掩饰不了青年属于打理下的英俊之姿。 山后面,叫伟哥的汉子目光迅速打亮过眼前男子之后, 尤其是看着对方那一双清澈明亮双眼之后, 心中基本能确定这人不是妖怪, 但是听到对方回答,难免皱起眉头来, 医生问道,那山后远着呢, 不知吉里还有大山深处,可是有妖怪出没, 你孤身一人,能有如此本事穿过那连绵大山? 哈哈,那有何惧? 听到对方怀疑,青年爽朗一笑, 也没意外,他早就有经验了, 道,我自有手段,不怕那山中妖怪, 何况我自从寻仙以来, 妖怪见了不少,也杀了不少。 你真遇到了妖怪。 听到青年之言,一旁同样持枪, 身形矮瘦不少的男子马上略有紧张的插话问道, 还杀了妖怪。 没错,青年说着点头, 转身指向身后大山道, 就在那后面山中, 我杀了一只能, 变化成女子诱惑过路之人的琵琶精。 我想起来了, 矮瘦男子听到青年之言, 马上看向身旁叫伟哥的汉子道, 当初成疯子从那山中打猎回来就说, 有女子脱他衣服, 还要吃他, 莫不是这人说的那琵琶精。 一旁, 叫伟哥的汉子文生看向青年拱了拱手, 这时到, 因山中不时有妖怪变人下山为货不知是除妖, 道长当面, 还请见谅。 对于这样连绵大山山脚下村庄, 没防备的才不正常。 青年不管是曾经, 还是最近这几年, 见过很多, 警惕性更甚者都压根不让他进村。 一番试探交谈后, 青年也得以在苍茫大山林里走了两个月后, 终于得以进入人类村庄。 因为青年说出斩杀了吃人琵琶妖之事, 被叫伟哥的汉子重视, 亲自热情地带着青年朝着村庄内走去。 不知道长怎么称呼? 我姓陆。 原来是陆道长, 不知陆道长此行所为何事? 当然是为了寻仙而来。 寻仙, 那可不容易, 我只听说过仙人, 还从未见过。 呵呵, 当然不容易了, 不过只要坚持, 总有一天能寻到的。 道长好坚持。 实不相瞒, 道长之前所言, 那变成女子的妖怪害了我们村不少村民, 祖老们要是知道那妖怪被道长所杀, 定会很高兴。 原来如此, 雅各边走边聊, 竟只朝着村中深处走去。 姓陆的青袍道长, 自然就是下界的陆无飞了。 自从当年从西天门直下人间, 已有三年整。 这三年来, 他抛开身上太平山之主, 通天大圣, 武装官弟子等一切身份, 化作一平常道士, 行走于人间。 是真的在行走。 三年时间, 除了脚步不可悦之绝地。 他欲山翻山, 欲水渡水, 风吹日晒雨淋, 用脚步一步步丈量着脚下土地。 历时三年, 从犀牛鹤州走到了现在南瞻部州边缘。 像眼前这般村庄, 他已经经历过多处了。 应对起来也简单, 如实说就好了, 他这次确实在这村庄附近大山, 随手宰了一只变化成女人想要诱惑他的琵琶腰。 行走人间, 路无飞好物依旧。 他没兴趣做什么人间大侠, 除魔未到。 但对于顺眼的, 他会出手。 不顺眼的, 他也会出手。 总之, 随性而行。 就像那琵琶腰, 要是躲得远远的, 他懒得理会。 但吃人都吃到他头上来了。 那就是老兽星吃劈霜, 闲命尝了。 不过如果是靠近村庄时, 他有时也会钓鱼执法。 因为这样会得到村庄的热情招待, 就像现在这样。 在坐在了一张大八仙桌前, 桌上摆满了各种热气腾腾菜肴, 有鸡鸭鱼肉, 还有一些干菜、野菜, 虽然不如他曾经吃的那般精致, 但在乡下农村, 这些绝对是最好的招待客人的菜肴了。 尤其是其中一盘晶莹剔透, 看着都觉得香喷喷腊肉, 实在是看得路无非思绪浑游天外, 不由回想起了几百年前, 回想起了曾经那些越发遥远的地球记忆。 第八仙桌前, 陆无非此时正坐于主座左边下手位置。 主座上坐着的是小阳村村长, 一位虚发全白老者, 至于周围, 则是一圈村中足老老头, 之前那给他带路的, 叫什么伟哥的汉子, 都没资格上桌。 而陆无非之所以能被如此热情礼遇, 则主要是因为他杀了那琵琶女妖。 陆道长, 来, 吃! 感谢道长为本村厨的妖怪, 农家乡下, 没什么好东西, 能招待道长的就只有这些了, 还请道长不要见拐。 主座上的老者一开口, 下方一众老头都纷纷热情符合起来。 陆无非心中高兴, 客套一番, 也不客气, 筷子随即伸向炒腊肉盘子, 一口下肚, 只觉思绪纷飞, 回忆绵长, 让他不由想起了曾经在地球做黄骑士的那些遥远日子, 一时感慨良多。 就在这时, 明亮宽敞房间闯进了几个妇人, 还有好几个孩子。 村长这时向闯进房间之人示意陆无非道, 王家的, 李家的, 就是这位路道长杀了那妖怪, 为你们当家的报了仇, 你们快谢谢他吧。 村长话音刚落, 几夫人带着七八个大小孩子一个个扑通扑通, 直接陆无非面前, 磕头就拜, 谢谢道长。 谢谢道长为我家的报了仇, 谢谢道长为爹报仇, 谢谢道长。 看着眼前跪成一片, 一个个气泪之态, 陆无非顿时沉默了, 他决定了, 在后面村庄他还得这么干才是, 在村庄弹缓三日后, 第四日, 陆无非便在数位村民们的欢送下, 离开了小阳村, 朝着东方而去。 接下来的日子, 陆无非依旧过着如同之前三年一般, 不要比之前要好上不少, 因为走出了大山, 进入了人烟之地, 别管是小村庄还是城镇, 过得肯定是比在大山中要好些的。 虽然对陆无非来说并没有多少差别, 他走走停停, 步履稳定, 有时会因为躲雨急行, 有时又因为好山好水而停下脚步, 好好住上个几天数月, 等住够了才继续上路, 也毫不稀奇。 总之, 他目的明确, 却又仿无目的, 行走于人间山川大地, 这一走, 便是七年, 南瞻不周庞大, 无法理计, 陆无非只知自己向东, 也不管不计自己到了哪里。 一日, 一袭青袍, 头戴斗笠, 腰间挂件, 肩上还扛着个小包裹的陆无非 接连走了一个月, 也不曾忘见人烟之时。 突然, 在荒凉大道前方, 出现了树道步履蹒跚的身影, 看着那一个个大包小包, 脱甲带口, 灰头土脸, 面黄肌瘦的身影, 陆无非脑海之中, 立刻浮现了出了什么。 对此, 陆无非倒是没有过多意外, 毕竟他的俩个小弟子, 铁针和孟南俩个 就是从桃荒过来的。 这个世间, 对于凡俗之人来说, 活着本就是一件非常不易之事, 旱灾, 雨灾, 蝗灾, 除了这些天灾以外, 还有各种人为灾祸, 冰灾, 磕捐杂碎, 权贵压迫, 病痛, 甚至还有妖怪, 等等各种三灾六难, 让世道愈发艰难。 如果当初他没有穿越成妖怪白狼, 一开始就有了修行之机会, 而是穿越成这些人族云云众生苦难底层的一员。 那么他今时今日, 定然又是另一番情况了, 就在陆无飞心声感叹之时, 远处更多的逃难人群出现了。 爹, 就在这时, 一道稚嫩之声打断了陆无飞的思绪, 他转过头, 就看到前方稍远处, 荒凉道路中间, 一消瘦男子身影似乎是坚持不住了, 倒了下去, 在其身旁, 两个更加瘦小的矮小身影立刻慌张大叫起来, 爹, 爹你怎么了? 爹你快醒醒, 我和妹妹害怕。 爹, 你快醒醒啊。 两个小萝卜头的般的身影, 围着倒地男子声音哭声大喊, 周围一众逃荒者, 除了后面的抬头看了几眼后, 走在前面连头都没回, 似乎这种场面太过常见了。 也是, 一个个都饿到面黄继瘦, 双眼发昏, 脚步不稳, 自己都快坚持不住了, 又怎么顾得上其他人? 尤其还是俩个不大的孩子, 这时候戴上, 那就完全是俩张嘴, 连卖都没地方卖去。 只见那俩孩子坐在大道中央, 不断推着自己父亲身体, 边哭着, 边泪流满面地看向周围路过之人, 不断求救, 谁能救救我爹。 不多久, 有一位脱家带口的中年男子, 看不下去了, 不顾一旁妻子的阻挠, 走了过去, 蹲下去看了看那倒地的男子。 看过之后, 对着那俩孩子直摇头, 他倒是还想说什么, 但随即被他妻子拉着走开, 留下那俩瘦小孩子独自坐在大道中央, 对着自己父亲的尸体, 痛哭, 绝望。 至于其他人, 仿佛没看到一般, 从俩孩子身旁不断走过, 倒也不是没有人注意到那俩孩子的。 稍远处, 俩个站在树下男子, 正盯着大道中央那尸体旁的俩孩子, 目光死死的, 似要要责人而逝, 眼睛赤红, 身形狗搂, 面目凶狠。 只是一眼, 陆无飞就看出那站在树下俩男子, 吃人不少。 现在, 估计又是盯着那俩没了爹的孩子, 砰砰砰, 砰砰砰。 突然, 一阵急促马蹄声远远传来, 陆无飞抬头, 就看见远处大道上, 五道身穿兵甲, 手持兵刃的士兵正快速纵马而来。 沿途上, 逃荒人群连忙惊恐躲避, 只是事发突然, 一些身体虚弱逃荒者又如何能及时躲过。 伤伴了一步, 就只见那五兵族大吼着挥刀就砍, 接连杀的几人, 五兵族越杀越兴奋, 还专门追上砍砂, 眼看着就要冲到那俩刚死了爹, 绝望茫然坐在大道中央的俩孩子。 陆无飞心中这时明白, 叹道, 原来是兵灾? 说吧! 他抬手滑的一声, 拔出腰间长剑, 随即向前一抛。 长剑立刻如离弦之剑,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穿过了五个大沙那名为首兵族的猙獰面容胸膛。 接着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到第五个时, 看着前面突然一言不发, 直直倒下马背的兄弟, 第五个兵族总算是看见那一傻而似的白光身影, 面色大惊, 急忙乐马, 就想掉头就逃, 但见光更快, 眨眼之间, 他刚钻紧缰绳, 白光便迅速支奔他而来, 转眼不见了身影, 他只觉胸口一阵剧烈心迹, 随即在眼前一黑, 在不省人事, 直接坠下马背, 砰砰砰砰砰, 五道身影一道接一道, 无比整齐地掉下马背, 经得周围所有灾民越发惊慌, 施了主人的战马, 顿时失控狂奔, 不过都似乎察觉到前方危险, 都朝着四周奔逃开来, 而那道剑光, 在杀了最后一兵族后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拐了一道弯, 静止朝着树下俩痴人男子而去, 只是一闪而过, 飞剑瞬间洞穿两男子, 随即迅速飞回, 围着陆无飞, 转了两圈, 最后直入陆无飞腰间剑翘之内, 大树后, 俩男子面色空洞, 齐声倒下, 都不知何时遭了殃灾, 这时, 跑开的一众灾民们, 总算是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也意识到了, 那个身穿青袍的道士是神仙, 一个个都跪地拜了起来, 神仙, 神仙救救我们吧, 神仙, 我家里死的就剩我一个了, 我不能断了香火, 救救我吧, 神仙, 我已经三日没吃了, 求神仙开恩, 神仙, 周围所有难民, 跪地齐声哭喊, 哀求出生, 陆无飞面色平静走上前, 走到那俩孩子满脸泪痕, 眼神绝望的俩孩子身旁, 蹲了下去, 看着那倒地男子尸体, 随即看向一旁, 正不断朝着他下跪磕头的中年男子魂魄, 以及不远处, 正手持锁魂链走来的青面獠牙俩鬼叉, 陆无飞转头看向那俩鬼叉道, 这人我饱了, 你们去别处, 其中一鬼叉文声立刻大怒出声, 你这倒是好大的胆, 只是他话音未落, 就被一旁同伴捂住了嘴巴, 随即对陆无飞点头哈腰连声道, 打扰了大圣, 我兄弟不懂事, 还请大圣见谅, 说着那鬼叉便捂住一旁鬼叉嘴巴, 小心朝着一旁走去, 一旁还有一群刚死的魂魄等着呢, 陆无飞也不在意那俩小鬼, 只是抬手间, 便将那不断磕头中年男子魂魄按回了他尸身之上, 很快, 中年男子便睁开眼来, 爹, 爹, 一旁俩孩子看着自己父亲再次睁开眼, 无比的高兴, 稍大男孩立刻带着妹妹朝着陆无飞跪地磕头, 感谢神仙, 谢谢神仙, 没有理会一旁俩小孩, 陆无飞只是随手拿出了一小葫芦, 给气息微弱的男子干把嘴唇滴了两滴, 随即, 中年男子的气息气色便以眼见的速度好了起来, 陆无飞随即站起身, 转身就走, 迅速恢复的中年男子翻山而起, 马上也跟着俩孩子一起朝着陆无飞跪地磕头, 不断拜着, 感谢神仙, 感谢神仙, 眼见陆无飞救了那中年男子, 周围灾民们拜得更加大声了, 陆无飞看着周围一众眼巴巴看着他的灾民, 什么都没说, 只是抬头向天看了一眼, 紧接着, 昏尘的天空便迅速下起雨来, 很快, 惊喜声便自淋雨的灾民中传来, 这雨是甜的, 老天爷, 这雨真的甜的, 诶, 这雨能吃, 我不饿了, 我也是, 我也不饿了, 快, 多吃点, 拿碗来, 快接雨, 神仙啊, 这肯定是神仙在救我们, 感谢神仙, 感谢神仙, 一众灾民们在雨中感激涕零时, 陆无飞的身影渐行渐远, 消失于满天烟雨之中, PS, 抱歉, 更心无力, 谢谢各位树友的月票, 推荐票,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